三国演绎是一部 以三国历史为背景 经加工和改编而创作的文学作品 作者为了增强其艺术性 在其中增添了无数武将单挑的细节描写 品读演绎时 每每读到两个或多个武将 捉对厮杀的情节时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被激发满腔的豪情 然而古人云兵不厌诈 他们在对阵的时候 除了真刀使枪的拼杀 偶尔会玩一些轨迹 其中最常用的便是使用弓箭 因此剑术于他们而言 是必修的功课 不过整部小说中 用剑之人如此众多 真正能够被称之为神剑手的 却仅有识人 他们分别是谁呢 又凭什么赢得神剑手这一称号呢 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 Top10 徐晃徐晃 自功名 是曹操麾下的五子梁将之一 他是一双开山斧 作战属于大开大和风格的 而且武艺高强 能够于虚处大战五十回合不败 不过这不影响他擅长剑术 演艺中提到 曹操刚刚建成同却台的时候 举行比武大会 让众将比拼剑术 获胜者可以赢得一席锦袍 当时夏侯渊一剑正中把心 第一名看似当之无愧 结果虚晃却不服气 他弯弓搭建 射中了悬挂锦袍的柳条 是想柳条本就细弱 瞄准时数不易 骑上悬挂着锦袍 随风摇曳 难度便又增加了一筹 徐晃却一键射中了目标 使柳条应声而断 此剧足以彰显他的剑术 Top9 赵云赵云 自子龙 是刘备麾下的五虎将之一 提起他 大多数人都会想到 他银袍白马的形象 想到他在战争上将 狄将赐予马下的英姿等等 其实他的剑术也非常拿得出手 赤壁之战的时候 他奉命去接应诸葛亮 受到了东吴水军的追击 为了不伤孙流联盟之间的和气 一剑射断了徐城船上的捧锁 第一次北伐的时候 他遇上韩德父子五人 受到了弓箭的攻击 不但保护自己毫发无伤 还以其人之道 还置其人之身 射杀了韩德第三子韩琼 Top8 闻丑闻丑 是袁绍麾下的河北四庭柱之一 他武艺高强 深得袁绍看重 当初袁绍与公孙瓒战于盘河 他不但在石河之内大败公孙瓒 还与赵云大战了五六十回合 不分胜负 除了过人的武艺之外 他也精通剑术 关渡之战时 袁绍另一大将严良被关于斩杀 他率军前去为严良报仇 草草阵营中 张辽和徐晃一起出阵 他为了避免以一敌二落于下风 于是在两人冲过来之前 先弯弓搭剑 射向了张辽 经徐晃提醒之后 张辽低头射臂 被一剑射中了头盔 若非如此 他很可能被剑中灭门 见张辽躲过 闻仇也没有灰心 他转而射向了张辽的战马 使得张辽马失前提 要知道 当时他的军队已经乱作一团 根本没有任何战力 这等逆境之下 他还能从容射中两剑 并取得成果 可见其能 Top 7 吕布吕布 自奉仙 是冰州人士 原是冰州刺史丁元的一子 却杀害丁元 转投了董卓 后来他又杀掉董卓 自己成为了一方诸侯 在小说中有三姓加弩之称 今天我们抛开他的人品不谈 单来说一说他的剑术 当初刘备受到袁术部将吉林的攻打 且落了下风 只能向吕布求助 为了化解刘备的危机 吕布以自己的剑术围堵 令人将他的方天画迹 立在营门口 即距离他有一百五十不远的地方 并一剑射中了旗上的小枝 创下了圆门设计 这一点故 如果大家对他的剑术没有概念 我们来看一下识人的反应 小说第十六回中写道 账上账下降效 其声喝彩 试想 若这手段没什么过人之处 他手下的将士会被惊艳吗 吉林会就此巴兵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Top六 姜维姜维 自博约 是天水人士 原本身属曹魏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时候 他则因重计 被迫归降蜀汉 本无意 他能够与赵云站个旗鼓相当 论剑术 他比起赵云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小说第109回中 他置身一人且手无寸铁 受到了曹魏将领郭怀的追杀 笔是他手头唯一可用之物 便是一张弓 而且没有箭矢 这等情况下 他空放数剑 吓得郭怀连连躲闪 等郭怀反应过来 并弯弓搭剑射向他的时候 他则急闪过 顺手接了 并将箭矢反射了回去 整中郭怀面门 同等情况下 郭怀无法射中他 他却能够射中对方面门 并使对方不致身亡 其剑术也不容小觑 套普 马中马中是东吴将领 潘章的部下 简是一个无名小将 然而他的成就却不容忽视 在演义中 他不仅擒杀了名将关羽 还射杀了老将黄忠 今天我们抛开他擒关羽 一事不谈 但来看一看 他是如何射杀了 同样精通剑术的黄忠 一灵之战的时候 老将黄忠 为了证明自己保到未老 顾军冒进 结果正入东吴的埋伏圈 发现不对之后 他立马准备撤退 可是他反应再快 也不及马中的剑快 就在他纵马而退的时候 马中射出一剑 正中他的肩窝 使他翻身落马 虽然小将关心 张包及时将他救了回去 他最终还是不致身亡了 马中能够射中一个精通剑术 且处于移动状态的人 并让对方受到严重创伤 这等剑术足以在三国名将中 明列前茅 Top4 孙策孙策 自伯福是孙坚之子 在演艺中 他的武艺非常高强 曾占平猛将太史词 也曾写死一将 喝死一将 因此他有小霸王之称 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 他的剑术也非常高超 不说他随孙坚跨将及刘表示 一剑射杀了对方主将之一陈生 单说他遇刺之时的表现 他平定江东之后 有一次出门打猎 与自己的侍卫失散之时 遇上了刺客 并被射伤了面部 这个时候 他并没慌乱 也没有痛得不知所措 而是拔下了射中自己的剑室 取攻回射放尖之人 被射伤的疼痛 已经很难忍受了 不经任何处理 直接拔剑 痛苦自然更甚 这种情况下 孙策还能保证射箭的精准度和力度 使刺客阴险而倒 他的剑术造诣之深 可见一般 Top3 太史词太史词 自紫义 是东来黄线人 他的剑术 在战场上非常适用 当初他从辽东桓家探亲的时候 得知孔荣的北海 被黄金军围困 于是单枪匹马杀进了城池 后来需要他出城去向刘备求援时 他便是凭借自己的剑术突围而出的 原文中提到 他 粘弓搭剑 八面射之 无不应邪落马 匆忙射出数剑 也能保证准头 他的实力 自然不必多说 然而太史词并不满足于此 他在后文中向我们证明了 他的剑术没有最准 只有更准他随孙策征讨颜白虎的时候 一个士族在城楼上大骂孙策 他弯弓搭建 将该士族的手腕贯穿在了楼柱上 当时他在城楼之下 仰设难度本来就大 却依旧能够指哪儿射哪儿 纵观整部演绎 又有几人能够与他比肩呢 套吧 二 黄中黄中 则汉生 原本是刘表麾下 后随寒选手长沙 最后投到了刘备麾下 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将 然而此人老当一将 不但武艺高强 能占平关羽 还精于剑术 可以百步穿扬 当初关羽前来攻打长沙 韩玄命他射杀关羽 他记挂着关羽 曾饶他一命的恩情 不想射杀关羽 上级的命令不能违抗 于是他选择了射向关羽的亏点红鹰 要知道 关羽胯下棋的是赤兔马 移动速度相当快 黄中稍有不慎 或许便会要了关羽的性命 然而他却精准地射中了 哪一个小小的目标 其剑术 可谓出神入化 Top 1 甘宁甘宁 自兴霸 原本是一个水贼 有锦帆贼之称 他的剑术 之所以能够在三国名将中 排在第一位 是因为他是其中 射中名将最多的人物 三国演义 中提到 他最初追随刘表的时候 一剑射中了孙权麾下的 大将林操 归降孙权之后 则射杀了江夏守将皇祖 后来东吴与曹魏之间 爆发了合肥之战 他为了解救灵统危机 又一剑射中了 卫列曹营 五子梁将的乐镜 虽然小说中没有提到 乐镜就此被射杀 然而乐镜从此之后 再未登场 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除了态的事实 超他兴讨的事实